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的路行新闻 我是阿鲜 今天我会教大家办公室伸展操 与之前锻炼的肌肉是一样的 不过虽然教了这么多动作 但有时经常做同一个动作都挺闷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伸展版 另外一个版本 今次的版本叫弯月式 可以伸展到我们旁边腰侧的肌肉 首先很简单的动作就是 你的左手轻碰在你的头上 其实它不是重点 所以你这样贴着耳朵也好 放在头顶也好都可以的 然后做什么呢? 右手放下垂下它 然后这个时候阿鲜要求你 就是要挺起腰骨做人 挺胸收腹 然后向下落 你要挺胸收腹 才可以令到左边肌肉充分伸展 然后记住要保持多少秒? 就是15秒了 保持完之后 然后可以慢慢的腰上来 然后手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之后 就要拉上右边的腰侧肌肉 就向我们的左边 向下落 同样记住不要闭气 hold完15秒之后 就可以回到中间 然后垂下你两只手 之后你可以在相反方向 做同样的动作 这是快的版本 所以完全伸展不到 大家做的时候 记住要hold15秒 做完这个伸展运动之后 我就要介绍第一单新闻了 说到新闻也不是新闻 因为最近阿仙真的很喜欢在网络上 发过一些千奇百趣的影片 接着我看看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影片 我觉得很厉害 让大家看看 有没有想过 这个杯子上面 可以有一粒弹珠 就这样站在那里? 即是杯完纸就听得多了 杯完上的弹珠就没看过 可能看完影片之后 都会觉得 会不会是用胶水黏着的 为免你误会了这个网主 所以我要给其他影片看了 你看到这个就是答银仔的影片 这个网主平时的兴趣 就很喜欢答银仔 所以有很多神乎奇迹的答银仔影片 是可以看到的 你看到这个 其实我说得很厉害 她的手真的很硬 而且我们通常 就算是第一个银仔 都在想着 究竟是怎样做 才可以令到她不跌 但她好像没有太多猶疑过 就答完一 就答二 接着答三 你还要看到她是一叠叠的 不是这样慢慢叠上去 其实她的影片 不单止是答银仔 有些还有波仔在那里 不如给一些相片看看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今次千奇百趣的影片 我除了要给他十个趣 还要给他十个赞 不知道你又会有什么才能 虽然这些才能 我觉得未必赚到钱 但看完之后 真的很治愈 如果你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才能 记住告诉我 其实平时除了我喜欢看 那么有趣的影片之外 还很喜欢看一些新发明 今次给你看的新发明 又是日本发明的 就是日清最近出的智能叉 这个智能叉有什么特别呢 不如让你先听一下 没错了 你就会听到 有一些吸气声 又可以变一些流水声音 那你会想 其实这个智能叉出这些声音 那还不错呢 话说日本人对食是很讲究的 那他们在吃面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听过 就是喜欢吃到一些面 酥酥的声音 为了保持面条里面的香气 酥的香味 所以他们吃到的酥酥的声音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 一个日本YouTuber 他的一段影片 就是说 究竟日本人是可不可以 不发出声音 原来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好像从小时 就练习了一个习惯 所以他们习惯了吃面 就是嘶嘶嘶嘶 为了尊重整面的人 告诉他们 你整的面很好吃 但这始终是日本的文化 但若然你要跟一班外国人吃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吃面吃得嘶嘶嘶嘶嘶嘶 这么没礼貌 所以就会发明了这个智能差 我的感觉有点像去日本厕所 因为女士又是怕尴尬 所以他们去愚翅的时候 又是旁边有个按钮 如果有个女士可以真的有空 去日本厕所去看 按钮后又会播一些音乐流水声 让你去愚翅的时候 那些小变声音不要被人听到 我觉得其实挺有趣 这个智能差 可能在日本人方面都挺有用的 其他外国人就未必有用 但我觉得就算我是日本人 我都不会买 因为这个智能差实在太贵了 它有14800元 即是大概1000多港元 不知你会不会用千万买之差 阿仙觉得有些新的发明 除了像刚才那宗新闻那样 有些无聊之外 还有时候会令自己很麻烦 就是第三宗新闻的事主 这个事主其实是一名车主 最近买了一辆名车 这辆名车非常高档 是一个keyless系统的车 即是怎样呢 就是说 只要那个系统被偵測到 驾驶者按一个按键 就可以踏着了引擎 这个偷车责 利用了这件事 在坊间买了一些仪器 这个仪器可以把这个信号放大 结果可以很顺利 不用60秒就能偷到一辆车 所以其实我看完影片之后 我就觉得很担心 因为好像有一些研究 去查过这些车 发现其实很多这些 有keyless系统的车 是很轻易就被人偷到一辆车 所以其实我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其实车 都是有时用一些传统的方法 去开开比较好 即是用回车时就会好一点 否则真的哭也无畏 最后一宗新闻 就带你去看一些有趣的动物影片 这个影片我觉得 如果你是喜欢一些猫猫 或者狗 其实都觉得OK 可能真的会觉得 这一条影片 是救熟了你的小朋友 即是你的猫或者狗仔 我们那些喜欢猫 或者喜欢狗的朋友 常常觉得那些衣服 好像没什么新的款式 或者那些家具 很多都是因为为人而设计 就为不了你的小朋友 着想去设计 不过今次这宗新闻 就是说日本大村家具 设计了一系列的猫用家具 Nekokaku 它是用了一个猫的尺寸 去做了一些床 或者梳化 可以先看一下这条影片 你见到其实这只猫 真的很舒服地摊在这里 令我现在也不太想上班 想自己也摊在床上 我自己觉得这些家具也挺好的 因为你可以做一个 和你自己本身睡了的床 一模一样样的 让你心外的猫猫去用 不知道你会否特意搜索资料 或者飞到日本去研究一下 今天的新闻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二再见 不得呢